如今民用航空已经成为现代化大都市交通运输的标配之一 中国民航意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但是一些多山的沿海城市因地形和空间的限制往往无法建设机场 严重影响了当地的交通通达度和经济潜力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日本率先拉开了填海造陆机场建设的序幕 从长崎机场到大阪关西国际机场 从天然岛屿的填阔建设到百分之百填海造陆而成 愈加成熟的填海造陆技术让世界各国看到了机场建设的新可能 在国家25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的带动下 中国首个海上机场业绩将面世 大连金州国际机场是中国首个海上机场 建造规模将是日本关西机场的九倍 建设之后能让世界最大客机A380客机顺利起降 不过海上机场的造价将是内陆机场的十倍左右 金州湾机场初步耗资在262亿 采取离岸填海建造人工岛方式建设 规划填海面积20.87平方公里 填海区域呈长方形 长6.54公里 宽3.5公里 填海维燕总达21公里 金州湾机场分为两期建设 飞行等级按照4F标准建设 规划建设四条跑道 先期建设两条跑道 一期完成后 旅客吞吐量达到3100万人次以上 全部建成后 预计吞吐量为7000万人 无论是从面积和设备先进程度上 都远超每日两国的海上机场 航站楼是机场的核心建筑 金州湾机场以海星海洋环保为设计理念 从设计图上看 是由三个海星连在一起 中间的飞往国外 国内区设计在两侧 有利于国内的航空公司运行 和登机口的灵活使用 该机场方案 以及两级放射的航站楼为原创构型 如同自然界的分形结构 整体形态简洁优美 航站楼从入口出看 就像一堆大鸟的翅膀非常的壮观 紧凑的机构使旅客楼内 步行距离大大缩短 有日本关西海上机场下沉的先建 在刚建成的时候 航站楼每月平局下降5公分 所以我国的工程师 在航站楼的建筑材料上 都是选一些比较轻的材料 航站以上的设计 是可以通过千斤顶随时提高的 即使出现了沉降 还可以通过填充的方式 让航站楼继续抬高 此外航站楼进口处 有12米的间距的层面支撑结构 从而形成了有力的里面韵律 在交通方面 荆州湾机场采用了两套交通体系 既相对独立又方便连接 轨道线路与车站连接 都采用了高架的方式 方便旅客的进出航站楼 并且避免了昂贵的隧道工程 当初为了进行选址 专家进行了反复论证 最终选择荆州湾 我们都知道海上风浪较大 且环境恶劣 在选址时一定要谨慎 外媒曾经对荆州湾海上机场做出评价 称中国人在基建上如同疯子一般 荆州湾机场一期工程 预计在2020年正式建成 这让大连与外界的联系将更加紧密 同时这里也将成为 东北地区最大的航空枢纽城市 当初为了能队 打通ים 当初为了能阶州市 领路 以后 领队